字幕志愿者 一起搭档合作演出 两人从传统出发 历经了欧洲多元的 音乐文化熏陶策炼 而如今已经走出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音乐之路 无论是在传统的标准曲 现代作品 古典改编或是原创作品 在他们的演奏当中 观众都能从其中一窥 当代爵士乐的样貌 和台湾文化所孕育出来的 无穷可能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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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用二重奏的方式 去听到国家音乐厅 演奏厅小厅 对那 基本上就是二重奏 它是一个比较精简的形式 那一般来讲就是 如果是完整乐团编制的话 可能至少就是还是会有 鼓跟贝斯这样负责 节奏啊跟低音的乐器 那所以有趣的点会是在于 就是原本是一个可能完整的作曲 完整的声音 那又有两个乐器 去精简地去表现这个东西这样子 那科夫请真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次在音乐会当中呢 你带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当然主要就是钢琴手 那其实我很喜欢跟另外一个乐器 做对话 那其实就像刚刚敏燕说的 其实绝学的编制 有这么多的 我们也很习惯有鼓手 有贝斯手 非常非常丰富的乐器编制的配合 那我很喜欢 如果只有我跟另外一个乐器 两个人的对话 其实变得自由度跟空间 会非常非常大 刚刚你讲的自由度里面 好像在这样的演出形式当中 两个人那种默契要培养得很好 对不对 对我们已经培养很多年了 其实我们其实认识很久 那也蛮常一起演出 对那那个时候也是一起到 PT10里回去 对所以其实就会变成就是 我们彼此的语言 或是听人会喜欢的东西比较接近 对啊那就会 在音乐上面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就是尤其是在 像爵士乐这样子 它其实 因为它很开放 所以它很需要就是 彼此互相聆听 然后互相支持 这样子 那像 因为其实在我们台湾比较少 有机会接触到爵士乐 那两位可可可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我们进入到音乐厅 欣赏两位的演出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角度 或怎么样来去欣赏爵士音乐 其实相对来讲音乐厅 爵士乐比较少在像这样这么正式的音乐厅中出现 对啊那通常都会是在一些 可能酒吧 那也开始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音乐集 比如台中爵士音乐节 还看台北爵士音乐节 那这种音乐节就是会是在户外 那整个气氛感觉也都会不一样 音乐厅里面是 其实感觉是比较轻一点 对 拘谨一点 就大家就是要坐在那边 然后就是 好 去之外拍手 希望大家是 很 很 open mind 这样去 来放松去看我们怎么展现 对 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可能也会跟观众 就是多讲讲话 互动 对啊 对啊 那明夜可可们稍稍卖关子 就是说这次你们两位音乐会的什么特点 是观众们 哇 必须得来欣赏你们这次的音乐会 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们两个的互动吧 对啊 音乐上面的互动也好 或者是 呃 讲话上面的互动 对 就是 有时候 因为有时候不是曲目的问题 而是你怎么演奏的问题 对啊 那对于一个很好很好的音乐家 或是合作非常非常有默契的音乐组合 他们不管演什么东西都可以好听 对啊 那我希望就是 因为真一是我在台湾 应该不是在台湾 就是这辈子大概合作过最长的 很久的一个钢琴这样 嗯 那我很喜欢他的音符 那他 怎么讲就是 我希望能够把这样两个人的声音 两个人的互动 可以就是再拉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嗯 嗯 刚刚明英有提到说 就是你们有在比利时求学过 那在这次的音乐会当中 你们有安排到有古典音乐 有爵士音乐 还有一些你们自己的自创曲子 对 在这样的音乐会的当中 你们想要带给听众朋友们什么样的感受 希望是比较多元一点 好了 因为大部分 大家都 如果认识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爵士乐手 但其实 我们试图想要 带给 听众不一样的感受 不是只局限在爵士乐 好 那 的一些刻板印象 其实我们希望是 能够用 以我们自己擅长的爵士乐 演奏的手法去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曲目 就像有古典的 也有一些比较偏 大家耳熟能详的 现在暂时不能 暂时先不要讲那么多 对 但是就是说 其实 这个音乐会的重点是在于 就是 两个音乐家的 单纯就是两个音乐家的互动 我再识我 lilkl二 如果再识我 请他一次 轮罪 监的 人aka 単 因为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詞茜茜 詞茜茜 曲 杨茜茜 詞茜茜 詞茜茜 曲 杨茜茜 詞茜茜 曲 杨茜茜 曲 杨茜茜 詞茜茜 曲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曲 杨茜茜茜 曲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WEHR 是因為我們還是會有曲目 還是會有一些架構結構的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會在那個上面 就是討論一下 練習的部分可以分兩個 一個是自己的準備 一個是在練團的時候 跟樂手一起討論 然後或是RUN這個音樂看 我們想要用什麼方式呈現它 我們盡可能保留一些空間 就是極性的部分大概先試一下 但是不會太多琢磨在極性的部分 要怎麼樣去設計 因為有時候預備得太周全 又少了一些感覺 那我自己個人的希望是 因為二重之後它其實是一個 精簡的演出 像去年的演出的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我們取出 我們沒有講好怎麼開始 那我們也沒有講好怎麼結束 所以有時候可能一個曲子 結束了之後 就是好像這邊要停了 但是我沒有停下來 我還是繼續演 然後銜接到下一個曲子 我希望能夠呈現的是 就是一個像這樣子 一個高度的表演方式 音樂音樂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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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默契這個東西 其實滿難去講的 也許就是因為我們比較 互相比較熟悉 我們認識很久 然後一起參加同樣的銀隊 跟同樣的老師學 然後出國了之後 就是大家也是一起出去 在同一個學校裡面 常常也是一起排練 或是就是一起去聽音樂會 所以其實在 我覺得在音樂成長的過程 就是吸收的養分 很多是很接近的 個性呢 我覺得明彥是比較非常的嚴謹 在他自己音樂的層面 會想的更多可能 因為他最近這幾年 他也是跨界玩了 非常多的型態 雖然還是用薩松 但是他跨得到自由的極性 劇團 雖然他在音樂上面 思考可能就會不一樣 在你這幾年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就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 是不一樣的 我相信他們的 在你們的演出裡面 看到你們的 你们两种就是两种不同的乐器 然后在时间上的配合 就看得出来这种音乐是可以带着我们 穿梭在你们的整个对音乐的诠释上面的一种 自由的一种感受这样 对啊 其实音乐是很自由的一件事情 那刚刚正义跟明燕有跟我们分享到说 关于爵士音乐 它是比较需要两个人就是去玩啊这种东西 那这样的所谓即兴这个状态的养成 该怎么在 这养成非常非常花时间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国学习 学士音乐如何即兴 那当然这个能够这么自然的表现出来 其实真的也透过很多学习 学习到基础的一些音乐相关知识 和声啊 迎接很多很多 内化以后 然后经过很多的经验 演出的经验 慢慢就是淬炼 就是变成是自己的一个风格这样子 那明燕呢 你觉得至于即兴是什么 因为其实像刚刚正义讲的一样 其实可以这样讲 即兴它是一个现场集习的创作 那就一个创作者来讲 你能够熟用的元素越多 掌控的元素越多 你能够创作出来的东西就有越多可能性 那其实学绝世乐其实蛮大的一个部分是在养成这些就是 就是这些基本的元素 你要熟悉这些音乐的基础的东西 那养成了之后 绝世乐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的跳牌 我觉得对音乐家来讲就是 因为它就是这么的广纳百川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如果在绝世乐里面 你能够就是有一定的程度 你有累积相当的东西 你再去接触各种其他不同的类型音乐 都会很有帮助 我以前我在练太极导音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是雄伟老师 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教我一个非常重要 叫做先一规矩再拖规矩 好像就是这样 就是你在打太极 好像也要先把一些红绿旗都练好 可是当你真的熟悉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其实那个身体的自由度 其实就像音乐一样 必须得好像就像我们讲 一般大家认为的基本功 一定得先扎好你的手指尖 跟音乐之间的乐器的掌握熟悉度 可是之后创造出来的所谓那种即兴的时候 是真正的你跟 好像跟乐器的双人舞一样 它是一种很妙不可言的 对啊 它其实就是一种记忆 那记忆的养成就是 我说记忆是技术的那个 对啊 所以它的养成就是你必须要先熟悉那个 也许那个器材那些东西 把它变成几乎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然后再学会就是练习 可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怎么样使用 然后最后就是自由的发挥这样子 刚刚两位有提到说你们都有去比利时有学过 那明天可以观看分享一下 就是国外老师在教导所谓这种自由的时候 如何教自由这有点很难教为 对啊 其实我的老师 我主要的老师他其实他是一个美国人 那他住在欧洲蛮久的 那他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先生这样子可以这样讲 对啊那他他其实就常常点心我 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你想要飞之前你必须要先会跑 嗯 对啊 你想要做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之前 你必须要先把很基本的东西弄好 那你想要成为 就是可能做音乐做艺术 大家都很想要变成就是很原创 Original很早旋自我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连这个这个领域的基本的语言 基本的一些东西你都不会 你怎么在里面讲出 你真的是属于自己的声音 对 如果你要想Original的话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你躺在家里不动你也可以很Original 对啊 可是问题是 对啊 你演奏出来的东西 你吹出来的东西 你就必须要有那样子的Quality 人家才会觉得那是好的作品 对 那跟你是不是原创是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对啊 所以你必须就是要先让你 把你自己推到那个地方 嗯 嗯 再去想那些其他的东西 那有时候那些东西 其实也会在你 这种不断累积的过程之中 其实你慢慢慢慢一点一点 会长出来 嗯 对啊 那真一呢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那种 老师或是教法让你 到今天你回来台湾的时候 哇 就是要以那种 绝世约当我一辈子的之一 嗯 我的老师 比其他的老师可能比较严谨一点 对 那 但是我们有很多课程 那其中一个课程印象最深的就是 就老师也是 就我们选那堂课有各式各样的乐器 有不同的乐手 然后有有铁琴 有小提琴 有鼓手 有我是钢琴 那 萨松管乐的 那其实大家都不认识 那第一堂课老师就说 那我们就来来玩一些东西吧 然后后来开始大家就 越玩越有趣 但不是每次都这么有趣 因为大家还是很很陌生 就对这个音乐 因为没有预期得到 别人会做什么 有时候想的太多了 那其实老师就是要我们去一直去 勇敢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那我就是勇敢去尝试这个概念 就是一直影响我到现在去不断的去创新 去想一些新的声响 不管是我们已经学好的一些既定的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合声 但我试着去做一些不同的声音在上面 嗯 那其实不管是至于音乐也好 体操或是我觉得也许作家 都可能会在一个重复练习状态中 可能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撞墙起 你们有这种经验过吗 就是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知道就不知道怎么办 或是怎么去克服或面对自己的感情 会啊 对啊 就练了很久然后一直觉得好像没有到自己要的那个 那个那个声音 就觉得越练越越越苦恼那样的就是 好像而且反而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我会这样 对啊有时候可能会发现 也许啊就是那个那个应该讲 会这样有那样的情形发生有几个原因 可能一个是也许你没有掌握到一些捷窍 那也许其实有时候是你 其实根本不适合这个方向 这个风格 这种这样子的style 对啊 那那 对啊就是在求学的期间 其实到现在其实还是偶尔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形 那我觉得其实一个蛮怎么讲 就是可以解决这个东西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是 其实 就是有点像是你把就是你现在手上的东西放下来 那也许你可以从不同的领域 同样是也许是文化艺文的领域也好 或者甚至是生活去做一些事情 对啊也许都会让你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对啊那就是不要轻言放弃 我们是有时候是听太多了 然后常常被很多 哇那个风格也吸引 然后一想要朝那边去试试看 然后到一半来又听到某些新的东西 都会变得是有时候混淆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最最重要最珍贵的那个 自己属于自己的声音 对啊其实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 在那个学 我觉得是那个过程 就你很想要演奏出 或者 或是成为什么样子 你会很努力往那个方向走 可是其实 那个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就是 像刚刚真一讲 我们也会 因为喜欢今天喜欢谁 所以往这边 因为今天喜欢谁又往那边去走 对啊可是其实在 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真的这些 就是真的是能够成为大师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疑问 他们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很本能 他们就是要这样做 他们就这样演奏 他们就写这样的曲子 对啊那 也许你问他们 也许他们讲不出来 他们不知道怎么 他们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 没有那种就是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那样也好的那种价值 他们就是很坚持做他们想 觉得想要做 喜欢做的事情 那一直磨 就会有东西出来 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就是很多不能预期到的 听觉诗音乐 其实我喜欢的就是不是能预期到的 呃 觉诗音乐 我大 我觉得其实 爵士乐它很有趣 它是一个非常 Universal 就是 其实很共同的语言 它其实是有不同的面貌的存在的 其实是都有不同的面貌的存在的 即便我们没有很刻意地去在 也许譬如说创作的时候 去使用当地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土地 在这个空间 在这个城市 成长长大的 所以其实 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受到 你来自的地方的那个东西的影响 我其实学古典只有四年 大学四年的时间 以前都不是这么正式地学习音乐 我小时候我爸爸喜欢弹 弹电子琴 他就一直这样说 当他在练习的时候 我都会去干扰他 都想要去玩 所以他想说好吧 那这样子 也让儿子来学习看看 然后就 就莫名其妙 就到现在这样子 萨兹峰 我萨兹峰 大概是十六岁的时候 开始接触 那那个时候 大家同学 流行玩乐器 那在那个时候 其实就听到很多 萨兹峰的音乐 就跟妈妈 拜托我买了一支 Auto萨兹峰 我觉得玩乐器 很有趣的一个部分就是 你想办法在你的乐器上面 找到一些东西 发现一些东西 一般可能平常 在演奏萨兹峰 大家都是吹奏可能就是 就是比较简单的 都是很单纯的音符 像这样子 可是其实 你可以用这个乐器 发出蛮多特别的声音 譬如说 我自己听爵士 都会去寻找新的声音 或听我喜欢的音乐家 他们在做什么新的声音 做什么尝试 这个大概就是 我生活 怎么讲 最有趣的地方 因为现在开始 就是 有两个小孩 然后就是 非常的稳定 有一半是音乐家 一半就是 不照过孩子们 那所以 爵士音乐反而现在 变得就是我 非常重要的一个 陪伴 人的生活 是很需要艺术 这个东西 因为艺术它就是 很多这些 日常生活的小细节 你可能吸引 非常简单的东西 他把它放大 然后再把它做得更精致 更突出一些东西 让你感觉到 其实这些东西 它原来是这么的特别 原来是可以 是可以被论述的 或是被诠释的 这么有趣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在生活之中 最近我在想 就是音乐 其实就像水一样 它其实 对于所有的生命来讲 都是需要的东西 那可是它又是 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形态 譬如说 可能装在不同的容器里面 或是它存在在身体 在各个地方 不同的 不同的就是 场域里面 那但是水这个东西 它就是无所不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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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可是在台湾 这种比较 不管是从教育 文化或是家庭 都比较避暑的状态里面 你们两位在台湾 推广这样的音乐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心得 是 我自己 就一直在做这样的推广 还有教学 那 还是有点慢 因为我很期待可以 这些学生可以 进步的神速一点 然后 然后认真一点 因为的确 决心音乐 其实 学习其实是 有一定的难度 然后需要反复的练习 甚至是要 因为我们毕竟是要能够即兴 是非常动头脑的 所以 我觉得 有比以前好很多了 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其实音乐 应该说最 最重要的是 是后面我刚刚讲的 那个 那个东西 那但是那个东西 你要怎么达到 或是你要怎么感受到 其实 真的就是前面的那条路 你必须要很扎实地来走 那是至于你在 推广作为教学上面一个新的 那 我知道您在去年 世达远的时候 也有在闭幕当中 担任演出 那至于一位演出者 跟教学的那个心境的转换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我觉得教学者 其实就是分享 那演出者就是 ok you are in the business 这样子 就是在那个里面 做这个事情 是啊 那 世大运 那个场合 的确大概是我 这一生中 做过最 大型的一场演出 压力很大 其实 哇 他就不是只是台下的人在看 或是台湾的人在看 你知道这是可能 就是全世界的人在看 嗯 对啊 所以其实 其实整个演出 你说演出音乐技术 这些东西不难 但是就是因为 那么慎重的场合 所以其实 你要绷紧这样子 那时候演出 你也是跟另外一位乐手一起jam吗 呃 其实是一个 创作好的曲子 对 当时是 呃 呃 创作者是 忠心明老师 那 他其实 这个曲子 创作得好不好 他把台湾很多元素都放进去 有 有 就是 就是 汉人 然后有 然后有 有客家 也有原住民 就是在这个台湾 能够看到很多多元的东西 就是你在音乐里面都可以听得到 那 然后他又就是把 中西其实合并得蛮好的 一个是就是 萨克斯工是很西方的东西 那 索娜是很东方的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演出的时候 我记得 排练的时候都还好 但是就是 演出的时候 那个时候看到就是 因为 除了音乐以外 就是他们那时候有 降官的首 然后有很多 就是这些 神将进场 对 然后 然后 他们还有演奏 就是他们那种大的号角 对啊 那个当下的那个整个 是很感动 你觉得整个诗都跟你连结 对啊 我就觉得我 我喝得喝呢 你可以这么荣幸 你可以代表 我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文化做这样子的一个演出 嗯 刚刚明燕有跟我们分享到说 就是他在演出的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乐器 嗯 那我知道正燕你自己 本身是一个创作者 你也很试图加入很多不同的元素 在你的音乐里面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自己 听的音乐的关系 我不是只有在爵士这一款 其实很多 嗯 各个领域的 都喜欢 尤其 都特别对节奏的部分 对 就是比较复杂的 一些律动的 嗯 那这个就是我 蛮大的一个 兴趣 我喜欢 更多的 希望更深入感受这些节奏 放在我的创作里面 嗯 那在你创作过程当中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 collect这些你在创作的元素跟能量 或者是一些符号 嗯 我会尽量去采集一些我听到的 就是或者说甚至有时候 这个很很生活的 有时候就是只是洗澡 但是我就脑海里面会一些旋律 那也许不是一个很完整 那我就 欸这个旋律还不错 我把它 记录下来 可能用录音 可能 或是写下来 然后我就拼凑变成 嗯 不知道会什么样子 但是也或是持续发展 嗯 那就变成是一首作品 嗯 简单来说是这样 但其实花蛮多时间 嗯 你从生活里面开始去找到 这样的一些元素 对 因为现在生活 也越来越繁忙 嗯 因为就是照顾家庭 然后 其实 接触到乐器的时间上面 是比较琐碎 但是 我 但是其实我脑海里面 脑海里面一直都有些 一些旋律 嗯 跑来跑去 嗯 那我就是 刚好捕捉到 那个动机 把它写下来 音乐家就是这样 就是你听到 音乐 你其实 有时候你不是很享受 嗯 怎么说 就是因为你会想说 这是什么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做什么 对啊 你不是只是单纯的享受 他的氛围 什么这样子 对啊 所以其实 即便有时候我们手 没有在碰我乐器 可是我们听到很多声音 听到很多音乐 我们脑袋会一直转 就是会有音乐很多 很多音乐的讯息 都会 只要有声音 我们脑袋就会开始运作 哇很像在雷达一样 无时无刻都会在搜寻各方的一些不同 那这样你们在睡觉 可能是职业病吧 哦职业病 OK 而且我一次我在 扭折西巡演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在街上就是走路 其实我就看到很多是小朋友 就是汤匙 然后筷子 然后或者是 一把简单的大吉他 或者所有的乐器 就是都是在他们生活里面 就是很随手可得 而且就是街上到处都是 就那边的音乐的养成 其实让我感觉到说 其实不是 不是有距离的 而是你无时无刻 就像你们刚刚讲 是生活中我可以都听到 这样的旋律 不管是生活上 当然那边 纽泽西的人 还往往 我觉得也造就了在 纽泽西这个都市里面 非常重要一个音乐的能量 我觉得 对啊 其实音乐就是 应该比较像音乐 艺术 艺术这种它其实就是生活的 某一个也许某一个细节 某一个片段的放大 或是精致的话 对啊 那所以其实所有 你不管讲 各式各样的艺术 它其实在生活里面 其实你都可以找到 那些连接的点 嗯 那两位啊 其实你们平常在 很多的音乐的 不管是训练也好啊 教育 或是你们从专业当中的 那你们自己在所谓的 跨界这样的核心 跟精神里面 你们想表达什么 嗯 跨界我也会玩一些 我觉得是 希望是 我主要让人家能够 知道 其实角色音乐家 是可以走出一些 这个 大家认为角色音乐的框架 其实可以尝试到 很多不同的合作 那也透过这些合作 可以让 怎么讲 让艺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我前阵子也跟一个 呃 舞者 纯极性的演出 我们就 什么都 没有讲 就直接开始 那我觉得 我觉得当下就是 我觉得 虽然我不是舞者 但是我可以从他的 呃 他的一些舞蹈 一些动作 我可以找到一些 我可以试着去 去支持他的 那他也可以从 我弹的东西 他可以找到 适当的 用他最擅长肢体的展现 来 来帮助 啊 让我们两个 只有我们两个 也是二重奏的一个 的一个 可以有达到一个契合的感觉 我觉得 蛮蛮有趣的 我还是 现在还是在 尝试当中 那下次有没有机会 是舞者弹钢琴 然后你来 用你的身体去呈现 我们那天已经这样做 哇 超酷的 对 就是他已经 跳到不知道什么了 就跑来跟我 抢我的键盘 抢我的钢琴 然后我就 我们就开始有一些 其实已经 试着把自己 然后 变得融入在 那个是因为 大家都在看的 而不是只是 我就坐在那边谈 而是我是希望 能够 有跟他一些互动 所以我也当时 也本能的有一些 呃 身体上的一些 对 跟他有些 接触啊 或有些很好玩的一些 互动 嗯嗯嗯嗯 超酷的 嗯 那明天呢 我觉得啊 我觉得跨界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是 什么东西加什么 加什么 然后呈现出来一些 特别的效果 好像新的东西那样 可是我其实反而不这么看 我反而觉得它是 有点是回归到 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生活 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 它其实都是同时存在在 我们就是生活的某一个片段 或是某一个空间 某一个领域里面 有点像素质 你可以看就是 譬如说不同的音乐风格 也好 对啊也许OK 有爵士乐 也许嘻哈 有古典音乐 有什么 但是有很多元素是 共同的 或是他们可能背后 他们可能之前都是从 某一个类型的音乐演变而来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脉络 对啊 那我觉得其实 我相信其实其他的艺术类型 也是一样 戏剧 或是 诗 小说 文学 这些东西 他们其实 就是 或是舞蹈啊 这些东西 你其实 就是当你把它 这些就是在 做跨界这个事情 把很多这些东西 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感受到的 那个交集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他是 应该是你要往回过来推 是 分叉的那个 之前的那个地方 而不是 在某个地方的结合 对啊 那我们只是 在做那些跨界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是在尝试要 回到原本的样子 这种感觉 那两位 刚刚已经跟我们分享到 这么多精彩 你们对于音乐 在生活中的一些哲学 以及你们对音乐的信仰 那你们接下来 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之于音乐在台湾 未来的希望 你们希望音乐 能够在台湾里面 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大树 嗯 我只希望音乐能够普及 不要没有区分 其实我们现在是做爵士音乐 其实希望大家能够更 更多去认识 除了现在主流的 其实很多音乐家 艺术家 一直在努力耕耘自己擅长的 那个区块 然后也 然后 我希望可以大家 可以更多的去 去探索 或是去 好奇一下那些 或像我们这样的音乐家 正在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在艺术范围里面 尤其是音乐这个东西 它其实 因为它就是声音 对啊 那它其实 它其实距离我们是 非常非常近 我觉得有时候比 可能比文学啊 比戏剧 比这些东西 其实是距离要再更近 那只是我们好像不太习惯 用声音 用音乐这个东西 或是注意它 是怎么用这个东西沟通 所以 对啊 我希望就是透过音乐的推广 不管是爵士音乐也好 或是其他音乐 那人们可以 重拾对于声音的这些 想象跟喜爱 那我就是其实 一旦这个东西提升了 其实 会有很多问题 就是 我们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也会 比较知道 应该要怎么去做 怎么去面对 嗯 因为其实普遍来讲 我们在台湾 大家很难去能够 喜欢 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那我觉得也许 在音乐的这个 像你们刚刚讲 在音乐的分享里面 找到自由之后 就像 这种困在笼中里面的鸟 有时候可能 刚看到狗 会不知道 要不要飞出去 或是那种 在家里养久的猫咪 或狗狗 可能门一开了 他可能都不知道 要不要出去 因为他会担心 可是一出去之后 其实世界是很美好的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哇 这样的演出跟 不管是演出也好 或是至于音乐教育也好 希望未来音乐 能够在台湾 能够去软化 或者说带出大家 各对美的一些的感受 嗯 对啊 今天谢谢明燕以及真意 来为我们立的路而好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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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